这家网红餐厅被周杰伦告了 今天上午,厦门海仓法院开庭审理了周杰伦起诉厦门市吴宇伦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肖项权 姓名权纠纷一案,原告诉称 被告吴宇伦比公司系厦门市J大厦中华料理餐厅的实际经营者 在未取得原告合法授权的情况下 在其经营场所的装潢陈设、营销宣传以及产品包装上公开使用原告的肖项 姓名,四在大众点评、口碑、邪程网等平台 声称该餐厅系原告开办 并以原告姓名肖项为噱头,误导消费者 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其肖项、姓名的行为 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 原告授权J大厦中华料理有权在餐厅内部装潢设计 于对外行销宣传上使用其肖项、姓名权 而被告通过加盟J大厦中华料理餐饮 获得了使用原告肖项、姓名的权利 被告并不存在侵权的情形等